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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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位女生欢迎你们 请亮灯 有请1号男嘉宾 两位老师好 孟老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叫褚文旭 今年27岁 来自吉林延边 现在在浙江恒州工作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系统 已经为她匹配出了智推女生 当她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智推女生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这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 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 我希望你愿意把我们的生活日常 分享到社交媒体上 23号 你好 男嘉宾这边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所说的 把我们的生活分享到社交媒体 是指希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 类似那种情侣账号 这样子的一个自媒体号 还是说单纯的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生活细节 小幸福瞬间 发到这种朋友圈之类的呢 我觉得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可以 分享我们的点点滴滴 然后后面看起来的话 就很有意义 好的 我冒昧地问一句 如果将来分手了 这个账号怎么弄 你怎么弄我 我是认为这样的 因为我现在27岁嘛 然后在我这个年龄 我可能选择再谈一段恋爱 可能是奔着结婚去的目的比较多 那当然结束了嘛 大家就好聚好散 赵美文 男嘉宾 你好 其实我也有想去合力一半 开一个情侣账号 而且我在某个平台 也有关注一个情侣博主 他们两个就是互相治愈 然后互相是彼此的精神支柱 我经常看嘛 心情也是比较舒畅的 所以我希望 如果有另一半的话 我也想跟她一起 开一个情侣账号 我觉得这位女嘉宾的想法 也挺好的 就是第一 刚才说的能提升感情 第二个呢 就是互相治愈 因为两个人可能会互补一些 在日常生活中发现 也就是另一般的一个闪光点 我觉得这样会影响一个人 积极向上的嘛 第二条 我不希望呢 我们过度依赖网络 去选择餐厅 仅仅是选择餐厅的时候 不要过度依赖网络 对的 就是因为信息时代嘛 新媒体时代 我觉得可能大家 去推广的比较多 我更多呢 希望是走进 大一小巷里面 去发现一些城市的美食 哦 就以我为例 我在杭州 出了名的美食荒漠 然后可能 你要得罪多少人的兄弟 黄老师就不答应 杭州人 人家好多好吃的 那你们吃过东坡肉吗 好吃 那就是 好吃 叫化鸡好吃 嗯 7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说不希望 通过网络来去选餐厅 那现实生活中 你是靠什么去选餐厅的呢 对啊 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有一个天安的房子 就是哪个店门口人多 我就去哪个店排 人多可得好吃 嗯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也挺对的 但是我的话 就是我喜欢走到那种巷子里 然后往往那种 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呢 就餐馆我觉得还 可能踩雷的几率比较小 就是苍蝇小馆出美食 对 我也很感兴趣这个话题 说实话 我们去那么多城市 最靠谱的 我最愿意采用的方式 是当地有朋友 问当地人 这是最靠谱的 比如我要到武汉去吃饭 最让我觉得放心的 是问陈铭 酷 我要去杭州 我就问黄岚 你问男嘉宾就好了 问他 问他 看片子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 严吉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楚文旭 严吉城市不大 生活节奏也很慢 是一个很有朝鲜族风情的城市 我呢 是出生在严吉的汉族人 不会说朝鲜语 但我很喜欢家乡的美食 例如米肠 打糕炒年糕 来严吉一定要吃一次 最正宗的朝鲜族冷面 其实呢 我的家乡还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特产 看到网上说的 农业大摸底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那儿的长白山 还盛产蓝莓 我本科学习的是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平时呢 我喜欢记录自己的生活 并分享在网上 没想到有一天 我竟然收到了 杭州自媒体公司的邀请 或许我可以把自己的爱好 变成工作 2020年8月23日 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离开了生活18年的东北 一个人前往杭州 在杭州 每秒钟都像是有机会 从眼前划过 一栋楼里的人 逐步出户 就能依靠自媒体谋生 我一腔热血 一个人策划 一个人拍摄 一个人剪辑 记录我的航飘生活 但运营初期收入微薄 我一天打三份工 才能平衡日常的开销 白天做房产销售 晚上去宠物店兼职 回家后继续剪辑 上传自己的微浪子 啊 2023年10月 我没问家里要钱 自己买了一辆车 我还是蛮自豪的 凭借自媒体 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我会带头 约着大家一起露营 分享我们各自的生活方式 我给活动起了个名字 叫处个朋友 现在我在杭州生活三年了 靠自媒体可以自给自足 连吉赋予了我踏实坚韧的底色 而杭州给了我更多拼搏的机会 未来呢 我也想安家在杭州 也希望在这个城市 遇见让我心动的你 这是我们家乡的三个特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呢 是米肠 然后吃起来是软软糯糯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个呢 是明太鱼鱼鱼骨 这个呢就是会有一点辣 然后第三个呢 是我们牛板筋 吃起来呢比较筋道 四号 我在两三年前吧 我去了盐吉 那个时候盐吉还没有完全火爆 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在盐吉吃过 我活了二十多年最好吃的一顿烤肉 而且那一顿烤肉 不是我有意去找的那一家 就是随便我住在那个酒店楼下那一家 然后去了图门 就是那个边境的位置 去那里民俗园拍了照片 但是当时画的那个装 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就只拍了背影 现在觉得很后悔 所以我打算再过几年的时候 重新去再重新拍一次 后面有机会可以去 好的 刚才她说到自己介绍自己家乡啊 除了去旅游 有的时候还介绍自己家乡的物产 你们家乡有什么物产也可以说一说 二十三号 男嘉宾你好 像我的家乡是无锡嘛 然后无锡的话就是美食特产 其实也有就是糖醋排骨 小笼包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太湖三白 太湖三白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没有的 它是包括白鱼 白虾和太湖银鱼 然后味道非常的鲜 我觉得男嘉宾之后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来我们这边试一下 对对对 我那个大学同学有一个是无锡的 他就一直让我去 说那边的很多美食 然后之前一直没去 你们无锡最有名的东西你们说 水蜜桃 对对对 那是你们无锡在全国最有名的 对 我们羊山水蜜桃非常好吃 扎一根吸管进去一桌就剩一层皮 对 是的 是的 马庆芳 男嘉宾你好 我是来自宁夏银川的 然后我们那儿除了一些枸杞羊肉 还有八宝茶以外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吃的 叫辣糊糊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这个东西是一个无油的状态 但是它是辣椒粉 然后拿纯净水煮完之后 再蘸上所有的 就是你想吃的所有火锅的那种 一些串串全部涮进去 但是它真的巨好吃 所以说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如果想要去零夏的可以去一下 可以 那我去的话你会带我吃吗 可以 你没看它还挺会的 你带我吃吗 你是怎么下决心 从严吉到杭州的 当时大学的时候做自媒体 偶然一个机会 老天眷顾我 然后就收获了很多人的喜欢 然后这时候正好收到 一个公司的邀请 然后就去杭州了 这我想象当中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落脚下来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对 它好像轻而易举就做到 其实也不容易 这挺曲折的 我去那家公司 但因为那时候的原因 就是公司没法开 然后我就要打三份工 第一份工就是白天的工作 第二份就是下了班之后 可能去一些宠物店 还有一些餐饮店当服务员 晚上回家之后 开始拍摄我自己的航票Vlog 然后这么坚持下来 挺不容易的 那你现在做几份工作 现在的话 主要是做自媒体 然后以及杭州本地生活的一些项目 挺好的 就你在杭州做本地项目 就介绍杭州的生活 对 然后还说我们是美食荒漠 黄老师这个记仇这篇翻不过去了 我跟你说 这是外面给的称号 但是我觉得杭州 还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城市 尤其是吃的 刚才说到线下的一些交友的活动 现在还有没有什么新玩法 有的 有什么新的 像我平常组织的话 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比较注重健康 上班的时候可能久坐 脊椎和身体可能不太健康 然后我会组织一些户外的活动 比如露营 攀岩 然后飞盘 还有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玩的就是 腰系橄榄球 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就练体育的 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些规则比较了解 然后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玩 然后结果大家都挺喜欢的 看下一条 大学期间我谈过一次恋爱 在逛街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她 觉得她很好看 我就主动跟她聊天 要到了她的微信 我们聊得很好 彼此也都有好感 恋爱就这样开始了 但临近毕业 她决定考研 也问我要不要一起 可我一心想出去闯荡 她跟我说 你不考研你会后悔的 现在工作了几年 慢慢的我也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就算是拍摄视频 多学一些东西 有更高的文凭 在竞争中还是占优势的 如果回到当初 我可能真会选择听她的 我的第二段恋情 她是我的老乡 刚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脾气很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 相处久了之后 她的脾气越来越坏 这个好辣呀 我觉得它不辣呀 这个就是很辣 姐姐姐姐得辣死了 后面如果她不高兴了 她甚至会在公开场合 对我动不粗 我跟她妈妈提过这件事 但阿姨觉得是 是我有错在先 默许了这样的行为 这样的观念我真的接受不了 可能是一开始我太宠她了 才导致后面她越来越过分 未来的她 我希望第一肯定是 情绪稳定不暴力 遇到事情能好好沟通 最好呢还能加点阳光 开朗和热情 请林佳 男嘉宾你好 就是我看到你前女友对你 在公开场合动粗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种调情的 还是那种真的 真的打你的那种 就是 后面可能会动真格 前面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很难解释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的专业是 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 那你这个应该很熟悉的一个 抗击打的训练员 是的 是的 她是什么专业呢 自由搏击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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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虽然有点搞笑 但是我觉得跟我之前 比较幼稚有关系 我觉得不能全都是说 女生怎么怎么样 比如像刚才这个VCR里面讲的 她觉得一个东西辣 但当时呢我可能是想争辩 所以说我觉得自己有一些方面 做得不太好 刚才这个片子里的 最好笑的一个场景是 你不考研会后悔的 你不考研你会后悔的 你当初为什么决定不考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小学习不太好 当时自己呢可能更想去社会上闯荡一番 因为我觉得马上毕业了 我要大展拳脚 现在后悔了吗 现在我说实话非常后悔 赵美文 您好 男嘉宾 您刚才说感情中太宠爱对方 就是不利于感情的发展 我其实是认同这一点的 但是您的短片中 在我这儿是属于撒娇 或者是说这个辣不辣的事 其实一句话就能带过去 为什么您觉得这种就要太宠爱呢 我刚才说宠爱的意思是 毫无底线的宠爱 就比如说 他如果在外面对我动手 无论什么时候 第一次的时候我就应该进行制止 不让这个事情愈演愈烈 因为我足够喜欢他 所以说我进行了原谅 但是我不可能次次都原谅 比如说你在大街上直接往我脸上打 我是接受不了的 何璐 其实我想讲的还是情感上的问题 就是我挺理解男嘉宾的这种情况的 他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 这个暴力是怎么升级的嘛 然后在之前的一段恋爱中 我也是一个可以说没有底线的人 可以让对方觉得可能 他做什么我都可以接受 然后我慢慢地发现这对他来说 其实是一个诱惑 或者他在不断地试探我的底线 其实男嘉宾刚刚自己总结的也挺好的 就是如果你在第一次 就表达了这个不接受或者制止的话 一切事情的走向可能又会不一样了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1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当你的女朋友对你有任何的一些 负面情绪的时候 就比如说她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难题 或者生活上 你要怎么解决呢 比如说工作上遇到的问题 我可以帮她进去梳理 因为我自己可能出来工作的时间比较久 我会找到她的核心问题 比如说是跟领导有矛盾了 然后我们应该后面怎么避免 我会耐心地给她疏导 打电话 如果打电话还不行的话 那就见面 然后我是帮她积极地往那边梳理 这是没问题的 好 谢谢 现在留灯的是1号 2号 有请1号 2号 哇 来看一下支推是 纯旭的支推女生是 11号流畅 女生温婉随和 坦诚有爱 努力上进 善于协作和分享 做事得体周到 两人都看重承诺和责任 对待感情认真 且愿意彼此一起规划未来 是一对非常合拍的恋人 看一下女生的基本资料 刘一红 我的理想型 我的爱好 我的底色 你选一个 选1 我的理想型 喜欢霸道温柔 成熟真诚的男生 因为自己比较画牢跳脱 所以希望两个人在戏格上可以互补 霸道温柔 你说这个年头男人难不难 我就问难不难 马庆芳 未来的规划 理想的婚后生活 心仪的她 选1 未来的规划 未来想开一家花儿店 和咖啡店的结合店 不仅可以有一份收入 也可以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 是在哪个城市开 应该会在我的老家 宁夏银川 流畅 对未来男友的要求 我选2 我的性格 未来的理想生活 我选2 我的性格 一个脾气特好 性格温柔 日常生活中很爱笑的女孩 无法忍受别人窥探自己的隐私 很讨厌大男子主义的男生 王凡 芭比公主 一生一世 我与城市的一天 选3 我与城市的一天 大家好 我是王凡 每当我漫步在这座 富有人文韵味的城市里 无论是义市的洋楼 还是英式风情的建筑 都承载着我不同时期的独特记忆和情感 这是我与这座城市之间独有的浪漫 女孩子应该是自由的 浪漫的 独立的 是对未来充满期待的 再等一个与自己灵魂契合的另一半 最后一个问题问四个女生 想问一下女嘉宾 谈恋爱和单身的时候 你们觉得最大的反差的一点是什么 我的话就是单身的时候 我每天都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活泼 也话非常的多 就是因为我单身的时候 安全感是自己给自己的 但是我谈恋爱的时候 80%还是自己 但是20%是对方 所以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80%的时候开心 20%的时候会有一点 就生气的时候会有点沉默 好的 谢谢 我平时生活中呢 是一个比较就是自由 而且也是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 但是我如果是谈恋爱之后 我更希望对方可以照顾到我 然后就是我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 但是你来帮我做可能会更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平时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人 然后我平时也比较注重工作之类的 如果未来有另一半的话 我会把另一半纳入到我的生活 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好的 谢谢 我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可能偏独立一点 但是如果谈恋爱的话 我可能会比较作 比较粘忍 好的 谢谢 谢谢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个 你的决定是 你的决定是 《非诚勿扰》 《非诚勿扰》 马上回来 《非诚勿扰》 我还是想坚持一下心动女生 坚持一下心动女生 坚持一下心动女生 《非诚勿扰》 会不是 组 站 能力 队 Industr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芳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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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感謝男嘉賓這麼看重我 這麼喜歡我 我覺得你是一個外表條件 各方面都還挺不錯的 因为我其实是家里面独生女 然后我可能更在乎的是 能顾家一点 然后我希望找到的另一半 也是一个工作非常稳定的 但是我觉得自媒体 就是在我的认知里面 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的稳定 因为我也是一个 想以后先存一点钱 然后自己开一家咖啡馆 开一家花店的人 谢谢 非常感谢于嘉宾的回答 所以 一点 我不后悔今天的选择 我觉得演员很重要 第一次选择他今天坚持了 虽然没有成功 但我觉得也不遗憾 有点紧张 但后面好一点 总体来说 今天就感觉自己没发挥好吧 我是一个比较阳光 然后我希望 另一半就是情绪稳定 然后温柔 如果感兴趣的话 请联系我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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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非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台上24位女嘉宾 大家晚上好 我叫袁伟康 目前生活在江苏南京 今年27岁 这位男嘉宾由励志信文提供 来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 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在秋天的时候 能带他到我的家乡赏银杏 我的家乡是江苏泰晴 是中国的银杏之乡 高点 太美了 江苏有一个城市叫泰州 泰州下面一个地方叫泰晴 泰晴就是黄桥烧饼 新四军那个黄桥 赵美文 你好 男嘉宾 我也特别喜欢秋天 而且秋天的话 我会剪那个银杏 做成花束 插到我们家 我想问一下这个图片 具体位置在哪儿 这个的话 应该是泰晴的古银杏森林 是很出名的一个景点 秋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 过去打卡拍照什么的 谢谢 郭琪 男嘉宾 你好 这里 我家乡是江苏南京 然后我也想给你推荐一个 就是附近就能看到的 然后他就在旁边的石丘 石丘 石丘的一个上方村里面 它是南京一个 目前树林最老的一个银杏树 然后他是孙权 他的母亲当年在南京见的 然后会有很多新婚的夫妻 去那边祈福什么的 希望有机会可以一起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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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在约会时 我们总是排很长的队 十号 我是基本上是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我之前是去北京去爬长城 第一次去爬长城 不是特别了解 然后就跟了个旅行团 然后到时候去长城之后 我们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 上长城 爬了十分钟 又排一个半小时队下来 就那次那个经历真的 我再记忆犹新 就再也不想排那么久的队了 不管是后面遇到一些 什么网红打卡地 我基本上找刨腿买一下 我都不会去排队 因为真的太浪费时间了 这个我深有感受 因为台下的观众可能知道 这是南京前段时间 有一个很火的弹塔 是刚刚开业的时候 排了很久的队 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 美食和探店的人 吃到了之后发现 其实跟普通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约会的时候 时间更加宝贵 我觉得不应该花很久的时间 来做排队这种事情 陈小旭 男嘉宾你好 但有的时候 比如说情侣一起去游乐场 我觉得游乐场 如果没有人的话 就没有游乐场的感觉了 对呀 我就喜欢去游乐场 去排那些项目的队 你看到没有 你有没有想过打个比方 我说假设你认识一个王子 我把迪士尼为你包下来 让你一个人玩 不用排任何队 所有的东西都为你一个人服务 他觉得有啥意思 排队才热的 李慧慧 你好 男嘉宾 因为我在广州 美食真的超级多 我经常去吃那些美食 排两个小时 都是很稀松常见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在排队的间隙 比如说排两个小时 我们可以去旁边看个电影 或者去其他游乐场 简单地玩耍一下 来排这个队可以吗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 就是我指的是那种 在站在一个排队的 那个很长龙里面 然后大家在那边 干等两个小时这样 然后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比如像您刚才说的 你吃过很好吃的东西 然后是有个体验过的经历 然后那它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它不是一个未知数是吗 好 好 好 谢谢 还有一种对排队的 为什么有人不爱排队 就是队越长 你会对你到嘴里边的 这个味道美味的期待值 就会很高 如果你说 哎 这个很好吃 很好吃 你去 我说 你说很好吃是吧 我坐下来吃 还行吧 没事 但你说 哎呀 具好吃 每一次都要排三个小时 我排了三个小时 我排了三个小时 它得多好吃 才对得起这三小时 其实味道也不差 但是我觉得 比起我付出的三小时 它口味没到 所以期待值不一样 是你付出的不一样 来看片子 可及的卫星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专联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未来 手握一部手机 就能够让你与这个世界 永不失联 生活中的我热爱运动 精力旺盛 健身 游泳 篮球 滑雪 运动是生活也是享受 在运动挑战中 收获满满的征服感 让我遇见成长的自己 其说工科男不关心潮流 大胆尝试 随性穿搭 我有我自己的一套 周末我都会拿出一天 去享受逛街 试衣服的乐趣 多边的风格 无需用言语表达 啾啾是我在南京的家人 为我的独居生活 带来明亮的色彩 和她栽在一起 我总是无比的放松和舒心 家里还购置了各式各样的酒 我平时会在家做一些调酒 小酌一杯 简简单单 创造一些轻松有趣的小窝时刻 我也计划在家里布置一个电竞房 和未来的她一起 享受电竞带来的快乐 关于未来的期许 或许宇宙银河就是答案 我们一起仰望星空 寻找属于我们的爱情星座 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 您刚才提到片子里边有一个词 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话 就是在距离地面大概几百公里的 然后像低轨卫星的话 比较传统一点的 像红艳的卫星群组 就跟北斗一样 是取决于中国很古典的那种文学红艳传书 红艳传书相反于就是传书性嘛 所以它红艳来命名一个通讯系统 中国航天有好多的命名 都挺浪漫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国的太阅工程叫什么 嫦娥 嫦娥 这确实是独属中国的浪漫 因为它都具有一个不可异性 嫦娥翻译成英文叫嫦娥 嫦娥 外国人就不知道你在说啥 我国的月球车叫什么 玉兔 玉兔 观众知道叫玉兔 哇 你们都是南行的吧 我们的空间实验室叫什么 实验室叫什么 有嫦娥 有玉兔 有没有一个东西跟吴刚有关的呀 天宫 首颗太阳探测位置叫 太阳探测位置叫 西河 这字还不容易写呢 效法西河玉天马 志在长空目群星 西河是上古神话中的太阳女神 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暗物质探测 它叫悟空 就本来暗物质对我们人类来说是空的存在 但是现代物理学却告诉我们 旅边有某种物质 但是现有的一切探索条件 又无法直接探知 所以只能悟 就空中有某种另一种存在形态 所以只能去悟空 而同时这个概念又是中国哲学和神话中 自由的一个终极表达 所以对暗物质的探索 孕育着我们这个民族 对自由的追寻和向往 所以非常高级 何璐 男嘉宾您好 您好 在大家的印象中 可能科研工作者 都是一个比较忙碌的状态 但是我看到您的VCR里面 你不仅爱好游泳 然后还养了小猫咪 然后周末还要固定抽一天去逛街 然后还准备在家里 就是搞一个电竞房 我很好奇你的时间管理 是怎么做到的 因为我是一个把生活和工作 分得很清楚的人 我的工作其实并不会很忙 是一个朝九晚五的状态 其实还是有很多自己空余时间的 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各方面 好的 7号 男嘉宾 我看到你VCR里提到说 你想弄一个电竞房 对于这一点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因为我之前就看到一个游戏 我就觉得如果能在家里面 和男朋友一起搭 她也不会嫌我菜的话 那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是的 这两个游戏我之前也接触过 之前还在念书的时候 也和我的同学一起玩过这个游戏 9号 就我看VCR里面有说 你特别喜欢去逛街买衣服 那我想知道你这份工作 那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是怎么去穿搭呢 上班的话会穿得很低调 那种深色系的 这个衣服好不好看 真的是看脸我发现 人帅穿什么都好 这是在你们单位 是的 在洗手间 洗手间 我看了看出是洗手间了 23号 男男明你好 就是我看了你的工作的职业服 其实跟我上班的 就是职业着装还挺像的 就我上班其实也是要穿白大褂的 你可以猜一猜我的职业是做什么的 我之前看过你的前期的节目 看过你的前期的节目 应该是生物工程是吗 对 做生物研发的 我们上班也是要穿白大褂 然后戴手套戴口罩这种的 感觉跟你的职业装还挺像的 但是我的上班轴装跟我下班轴装 就是完全两个风格 看下一条 我和他因小猫而相识 他特别喜欢小动物 还养了一只小猫 这对我来说特别加分 他经常和我传授养猫的诀窍 还特别关心我的猫猫的状态 那时候我刚开始养猫 有很多问题不懂的 都会向他请教 他也会很认真的跟我解答 这样我觉得他非常善良 和责任心 但在一起没多久 我们开始了异果恋 虽然每天和彼此分享生活 但很难弥补见不上的缺憾 最后还是和平分手 在以往的恋爱中 我总习惯于照顾对方 精心准备的两人份早餐 在喜欢的地方研磨时光 爱情的美好关键藏在细节里 难得可以约会的周末 另一半想要单独去参加威蜜局 我也能理解 我可以待在家里打扫打扫卫生 安排自己的事情 让他去享受和朋友们的尽情玩乐 其实在生活中 我是一个很少把情绪和表情 放在脸上的人 我希望他能关注到一些我的小细节 一些情绪的变化 能够及时地给我回应 给我反对 真会让我非常感动 让我有一种被放在心上的踏实感 希望未来的你可爱善良 真诚待人 我们一起迎接生活的酸甜苦辣 相互依恋相互需要 二号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是一个爱社交 或者说爱出去玩的人吗 就是打个比方 你刚刚说女朋友出去玩了 然后有闺蜜局 然后你会在家里打扫 你会在家里的卫生 所以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你自己就是说 在生活当中 更倾向于是 比较喜欢出去玩的人 还是说 自己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出去玩的 因为有的时候 就像您刚才说的 可能会去参加兄弟局 然后好朋友出去玩 就是打卡拍照 然后包括探店 然后吃饭什么的 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然后我不是一个 很能在家闲得住的 但是比如像女生出去玩了 然后家里可能剩下衣服 没有收拾或者地没有收拾 这样的话 我可能会接受留在家里打扫卫生 好的 明白了 谢谢 3号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看待姐弟恋的 你能接受的 比你大多少的一个年龄上限呢 我能接受姐弟恋的上限是两岁以内 请问一下您几岁啊 我27岁 那我就pass掉了 好吧 你的这个两岁的原因 是不是正好卡在30以下 是这意思吗 对 是的 因为她说27 她大两岁就29 再多一岁到30了 王梦瑶 男嘉宾您好 您好 您刚刚说 不管是从情绪还是表情上 您都会比较稳定 那对方应该通过哪些细节 去发现你的一些情绪变化呢 比如我不高兴的时候 然后我可能会沉默寡言一点 就比平时话更少 然后会显得情绪没有那么高涨 包括说话的语气啊 各方面神态 其实会给一个很明显的反馈 但是更多的还是需要女孩子去发现的 那如果我发现了 我去问你 你为什么不开心 你会直接地告诉我吗 是的 我会直接告诉你 但是我希望你来问我 不是让我来主动告诉你 谢谢 最后留灯的7号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跟男嘉宾说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 你一开始说了很多 有关银杏的故事 我们那儿有一颗百年银杏 所以我觉得提到银杏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俩好像是有缘分 首先我们也都是功课生 我觉得可能我对你 对你的一些工作上会有更多的理解 所以我想为我自己争取一下 为我自己争取一下 谢谢 好 我也稍微补充一下 因为可能男生不一定太了解他 他是学这个生物制药专业本科 然后硕士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现在在上海做药企的管培生 所以确实也算是功课的范畴 来看一下制推是 好 接下来是袁伟康的制推女生 你的制推女生是 14号 这些又浪漫的一对 供两位参考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有没有就是一直想做 但是没有实现的事情 7号 我想去马尔代夫 有没有很大的毒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一种 它虽然有很大的毒性 但是你只要把它的刺剪掉之后 把它的肉做成刺之后 会非常的鲜美 比较鲁鱼好吃很多胃 我一直想着说 这样一个探险的事 有没有人愿意会去陪我完成 14号 我一直想去尝试一次跳伞 因为我之前坐过一次过山车 然后很恐惧 但是我尝试了 我觉得那种感觉很新奇 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敢尝试那个跳伞 所以我想去尝试一次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14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可以牵手7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你想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选14号 有可能被拒绝你自己回去 可以牵手7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我想要选14号 我想要选14号 你好 男嘉宾 是这样 因为可能我比较心动的男生 是那种会就是主动表达自己情绪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 就是假如我有情绪的话 我可能会直接说 可能我平时也比较大大咧咧吧 看我的性格 就是我可能不会太能捕捉到对方那种 就是细微的那种的情绪 所以 明白了 嗯 好可惜哦 谢谢 来 再见 坚持选择14号的原因是 首先他作为制裁人士 各方面数据 其实在大数据上 是跟我非常匹配的 再加上他最后聊天聊到了 嗯 他想要去跳伞 然后这也是我提问这个问题的原因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冒险 然后非常想要尝试这些极限运动的人 但是我又是一个非常恐高的人 所以女生提到这个想要跳伞这件事 我第一反应就是 我希望他可以陪我一起去 或者我可以陪他一起去完成这件事情 大家好 我叫袁伟 康今年27岁 目前在南京工作 我是一个慢热生活风趣的人 我希望找到一个温柔善良 有责任心有爱心的女孩子 如果大家对我有兴趣 就来联系我吧 她在台上说过 她希望女生主动地来察觉她的不愉快 来主动地问她 就是说这个时候就会让女生觉得很累 突然她不高兴了 我还得去问你怎么了 就觉得在情绪上她不能够完全独立自控 我只是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时代 在大家心里情绪价值 已经重要到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在想这个特点 好像在不同性别当中的容忍度 是不一样的 我在想如果刚才一模一样地表达 如果我们性转一下的话 女生会说 我有时候如果有不开心 我可能不会讲出来 但我希望我的男朋友来懂我 来发现我 来主动找到 好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舆论场中 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就是我觉得男生女生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你有不高兴 一刹那你沉默一下 你反映一下 理一下是什么原因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跟对方表达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处理的方式 但是像她那样 就是如果要被动的话 就会让对方觉得有点心累 《非诚勿扰》由港中蒸蛋糕特别播出 港中蒸蛋糕我对你是真的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孟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我叫如龙李 今年33岁 来自云南大理 龙李这其实是英文名词吗 对啊 她是Longly 我是Movey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她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她进入全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练习八段紧 你先展示一下八段紧好不好 哇哦 哇哦 语间同观 屈膝下蹲 团圈怒怒 抓握回收 抓握回收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动作是拧热水线啊 哦 这是音首歌有这个 爱爱不完 相爱原本就是真 男嘉宾你好 我自己有打八段紧 然后我看你刚才是打了三式嘛 找到知音了 对 对 我其实没有见过我这位同龄人 有打八段紧的 所以我有点激动 哦 这一世的那个要诀 就是你把拳头冲出去的时候 你的眼睛要瞪着 我特别喜欢打这个 就我每次打的时候 瞪到我的眼睛 这个动作特别解压 对对对对 你有没有想过以后 找一个男朋友 一块打这个玩意儿 其实有 两个人相互瞪眼睛这样 对 你来跟他一起打一下 来来来打一个打一个 哎呀 我要站到这儿来看他们的 有没有眼睛瞪起来 来 这个眼神有 这个眼神有 好 我跟你说啊 他们俩打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 我看到男嘉宾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可笑 那女生是有起范儿的 她每个动作 她腰还抖一下往外送 而且关键是她的注意力 很齐收 她鬼鬼祟祟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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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瑞盈 你好男嘉宾 我最近也打算练八段锦呢 你真的假的呀 真的啊 因为我听网上说好像长头发 我最近也打算练八段锦呢 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梅瑞盈 你打了八段锦长了头发 其实我们很难辨别 但是说孟老师 她真的长了头发 我觉得全国人民都会为她祝福 我上次问了好多女生 有着脱发的焦虑 她们说 她们这儿都涂了个什么粉 发级线 对对对 发级线粉 我说你们头发不挺多的吗 哎呀 你看 我们都喷着那个粉 人家是有发剂 她就喷粉 你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所有人当中 最没有焦虑感的 你们脱起发来 一把一把地在那儿哭 我很happy 我的今天也许是你们的明天 待在终点的男人 你看这儿 好 第二个 我不希望和你旅行的时候 做好百分之百的计划安排 你喜欢做百分之多少呢 百分之三 四十 因为我自己平时旅行的时候 基本上只会订个机票 订个酒店 然后看一下大致的攻略 我去年去蛮寺瑞丽 还有宝山那边过泼水节 那场面特别壮观 他可以拿着任何可以装水的东西 比如说盆 桶 然后打农药的 他们说碰到喜欢的人就泼水 碰到不喜欢的人泼开水 来9号 我觉得吧真的就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也经常跟朋友说 计划要出去玩 真的到那天了 大家好像都没有出去 但是我印象很深 我当时读大四的时候 快毕业了 应该是半夜不睡觉 突然一下就凌晨六点钟的 然后去广西那边玩了 所以我觉得就不用做计划 计划赶不上变化 好 来看片子 一年中我有四个月做诗人向导 另外八个月的生活 我喜欢户外 也喜欢写作 我叫卢龙李 定居大理三年了 沿澳海直语行走 在灿山徒步树溪 我带游客走的每一条路 都是我平日摸索过的路线 青植捡君子是我开发设计 最热门的路线 蓝子里面能捡到多少君子 不是重点 亲近自然 认识自然 才是更重要的意义 暴树大赛 叠石头大赛 围如丝画 这些活动虽然不能带来报酬 但是可以给大家带来快乐 山下樱花 山上雪 大理的风景 人 还有故事 生活中的迷茫 感悟 趣事 一一写下 我好像又活了一遍 来大理之前的我 在广东当了七年的HR 高度细分 高度重复的工作 挤压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 那段时间我看了很多书 听到了一个词 Gap Year 原来人生是可以停下来 休整一段时间再重新上路的 于是我开始背包旅行 一口气走过55个城市 也去国外旅居 但三十岁踏上的旅途 与二十多岁多少有些不一样 海岛很美 梯田很美 火山也很美 然后呢 欲买桂花铜载酒 终不是少年有 我想要的不是漂泊 而是安定 是和当地的人和文化 发生更深的连接 我回到江西老家 网红餐厅 连锁咖啡 记忆中的那个家乡 好像再也回不去了 唯独大理还保留着 我内心的向往 一个我心中的桃花源 未来 我想在大理 做一个新型共居社区 更多的实践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还会写一本注定 会被编辑退稿的小说 里面会有着 我和你的故事 我一会儿在想 为什么那么多文青啊 年轻人特别喜欢大理 我琢磨了一下 可能一个城市 同时具备了 它可以看到雪山 高原湖泊 还有民族风情 把这些元素全部 融在一个城市 国内不多的 你数不出几个来 大理也是我去过 次数比较多 而且一次住的时间 相对比较长的一个地方 我非常喜欢 我有几张当年在那儿的照片 当然都是工作 这是我摘草莓的地方 晚上一个人爬到屋顶 我住的那个民宿啊 我晚上睡不着 我就爬到这个顶上去坐着 你看看天上的星星 这种照片是从微博上 压缩了很多的一个照片 你还能看到天上 那么清晰的星星 很有意思 李卉卉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你的VCR真的勾起了我很多回忆 我是一个很喜欢旅居的人 我常去的地方就是云南 在西双版纳 大理 丽江都旅居过 呃呆过一个月的时间 我最喜欢的还是大理 我记得第一次去大理的时候 大理古镇里面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逛古镇吃辣牌 他们有一个啤酒叫风花雪月 哦 我的梦想也是在未来 如果能挣到足够的钱 就想在大理开个咖啡厅啊 或者开个民宿什么的 享受余后的时光 陈小旭 男嘉宾 你好 我确实去过几个城市之后 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大理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当时我去古城的时候 有一堆年轻人席地而坐 就是打着鼓 然后弹着吉他 他们看到我在看他们 他们就邀请我过来 跟他们一起坐 就一个很自由 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反正就是挺治愈我的吧 大理最新我的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然后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工作 就比如说朋友之间 邻居之间 很容易去别人家里面蹭饭 那个蹭饭的那个团体 你参加过吗 我没有 我参加过 哦 你说我是谁 我从南京过来 生活没着落了 能不能上你们那儿吃饭 可以去 只有一个条件 你带一样礼物去 这个礼物不用你心买 你自己用过的 一件旧的东西 比如说像你们随便说 你们用过的乒乓球拍 你就可以在那儿蹭饭 孟老师做到礼物 我也准备了一件 来自大理的礼物 送给节目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呀 误会我了 这是我亲手做的一件 来自大理白族 我认识再见 对 见了再见 就是《非诚勿扰》 每周播一次 大家就是每周见一次 然后我也希望 把这个寓意送给大家 希望大家与美好的处 见了再见 哦 很浪漫 但你跟我们舞台见了再见 会不会有点容易伤心啊 对 何路 男嘉宾你好 看到您刚刚VCR里面提到 Gap Year这个事情 对我自己来说 也是发现 当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候 如果去规划 其实是一件充满压力的事情 然后刚刚看到 您在大理的生活 还是很悠闲的 可以分享一下 您调节心态的办法吗 我在大理主要是工作 跟生活平衡得比较好 因为暑假的时候 游客比较多 我就这几个月营业 然后平时去旅行也好 在大理过一个相对慢节奏的生活 或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些 我觉得大理重建了一套意义系统 就是很宝贵的 大城市好像整个活在一种 优积主义的压力当中 所以大家都是活在优秀里 但他们就完全是活在热爱里 是另外一个解法 那你想想看 在北京 上海深圳 打拼的IT业的精英们 那也是一种生活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好 就否定他们 没错 每个人追求的东西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 人生也需要调剂 没错 他们的优点是惬意 但是也有代价 代价是效率 所以他们把效率 作为代价放掉之后 爱效率的人就活在一线 然后要想惬意的人来到大理 然后你还可以来回穿梭自由 我觉得这多一种解法 多一套意义系统 7号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到你的VCR里提到 你会去捡君子 我就想问云南有一个很出名的 叫剑手青 对 然后他是说 如果误实了之后 会出现很多幻觉 然后你的眼前可能会出现水母 什么花 什么动物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采刀过这个植物 我平时就是带客人去捡 剑手青跟牛肝菌 专门找这个君子 对 剑手青是牛肝菌的其中的一个种类 它是有毒的 如果你没有煮熟 那它会导致这些效果 云南吃君子有一个说法 就是要三熟 第一个熟是君子的种类 一定要辨别熟 第二个是一定要煮熟 第三个是去医院的路一定要熟 哦 哎 我听到的是四熟 还要熟人先吃 看下一条 曾经我有过一段恋情 那时候我还在深圳 我们对生活节奏的选择不同 它更倾向城市的快节奏生活 而我是一个更适合慢生活的人 所以我们离开了彼此 我想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意愿 生活的权利 未来我希望和另一半也生活在大理 过着慢节奏的生活 我认识一对在大理生活的夫妻 男人分享茶道 摆他卖诗 女人是一位画家 小朋友也有着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们在大理喜洲古镇的村子 租了一栋小院子 过着理想的生活 我们喝着茶烤着火 他分享着他以前写的诗 可分享到一半的时候 他自己却卡住忘记了 而此时他的妻子端着菜出来 顺口就接了下一句 这一幕让我太感触了 他们心里相通彼此聚合 有着不同的兴趣爱好 却亲密无间 这就是我想要的爱情 可爱的爱情在大理 就有着具象的表达 一个眼神就知道彼此心中所想 所以三十三岁的我 仍旧耐心 等待着世上唯一和我契合的灵魂 刘畅 那个男嘉宾 你好 我刚才看你在短片里 就是说到你比较羡慕那对夫妻 我想问一下 这个择偶世界里 你觉得另一半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兴趣爱好 相互理解 相互沟通 彼此的世界有对方 好的 谢谢 刘雨昂 男嘉宾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以后百分百的在大理生活吗 然后带着你的另一半一起 首先我应该大概率会把大理作为主要的一个生活地 然后对另外一半的话 我希望他是在大理的 我希望他是在大理的 5号 那你希望他在你的书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我希望他有自己的性格 比如说他是活泼可爱的或者是温柔的 这些都没有一个一定性的这种表达 就是他可以是多变有趣的 对 他说希望多变有趣 这个答案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吗 其实没有 其实我是觉得虽然说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 但是我觉得可能男嘉宾他想要的那种 另外一半是特别特别乌托邦的理想主义 但我可能还是需要更落地一点 并不是说男嘉宾回答的问题的答案 和我所想的不一样 对 我们理解 刚才只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聊大理 或者你介绍大理会很多 所以女嘉宾容易爱上大理 而不是爱上你 这有些微的差别 你像刚才5号一直流动到最后 她也是一个文艺女生 她学音乐 她在伯克利进修 现在回国是一个音乐教师 如果她内心也有一个文艺梦想 她可能也想到大理 然后也想有一方自己的小房间 弹琴歌唱 沧桑而海 但是她会不会跟你开启这样的生活 这是关键 所以她可能听完之后她就想 好 我就要去大理住个三个月 但是可能那个男主角并不是你的形象 这是刚才遗憾的部分 所以刚才如果从大理和你都丰富饱满 坚实起来会更好一点 谢谢陈老师 有一些城市是有它的性格 大理显然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 这些城市的性格和我们每个人之间的性格 有契合的时候 那个城市就仿佛是属于我们人生梦想的那个地方 我们就会在那长期地住下去 大理至于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每个人的人生愿景是不一样的 再见 有几位老师的交谈让我认识到我这次在台上展示的是大理 而不是我这个人 我在大理过着一种松弛 惬意的慢节奏的生活 我会继续在大理坚定地等待着我的爱情 大家好 我叫卢东尼 今年33岁 来自云南大理 欢迎电视机前感兴趣的女生 我们联系我 请问一点资讯 扎克360娱乐 了解更多资讯 上微博搜索《非诚勿扰》参与讨论 分享你的恋爱宝典 谢谢收看今天的《非诚勿扰》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平起来一切 想将这个玫瑰宝给我们的女孩 爱情来了 爱情来了 心蹦蹦蹦一直在跳 4月份的时候我叫36岁 你介意这个年龄吗 我其实不介意 心动跟年龄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不起 大脑子 好 我小心了 我非常喜欢会跳舞的男生 你做决定的时候到了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人体不动是为了看得更明白 爱情不能付进不出 往前一步是幸福 退后一步是孤独 在纷纷扰扰之间 我冰凉了双目 超能与我相爱的人 一起到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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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久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从不过厉害的 没有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